大家好,又是 GameplayHK 這次跟大家玩一隻新遊戲 一定要找我們的大廚阿俊出來 對,我看到食物名字就馬上下載了 就是這隻食物魚 裡面的角色全部都是菜式名字 一看到它的名字我就想這道菜應該要怎麼做 我也在想什麼時候可以上阿俊家吃東西 裡面有一些新菜式我就很想要 例如龍井蝦人 還有紙推演都很棒 希望我可以抽到它們 有興趣玩的朋友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 有連結可以下載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煮幾道菜式 一開始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香港特色食物 就是這個羊之甘露 大家看看它的衣服有芒果和西柚 要有差不多品味的人才懂得欣賞我的衣著打扮 就好像懂得欣賞羊之甘露一樣 還有CV是香港配音員周梁雄 他是配過齊木藍雄,大家有看就應該聽得出 所以玩這遊戲我們香港人當然想抽到這個羊之甘露 我們看看這個角色的背景是參考真正羊之甘露的誕生 所以如果大家對食物有興趣都可以看看它原本是怎樣的 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故事的背景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遊戲的主角就是食神的兒子 因為食神去了旅行的關係,所以我們就要幫他打理餐館 但有一天有個死對頭過來踢館 還要帶一隻怪獸過來 還污染我們餐館的秘笈食物魚 就是因為這樣令到我們的侍應、廚師全部都分散了我們 我們要收集這些食物回來 重新寫一下屬於自己的食物魚 說完故事都要看看這個遊戲是怎樣玩的 進入副本之後我們就要控制角色向前走 撞到敵人之後就會開始戰鬥 進入戰鬥之後就回合制玩法 下面我們按一下角色圖像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技能和攻擊敵人 最左邊就是普攻 最右邊就是大技,需要時間CD 現在第一個回合對三隻小竹我就不需要用技能,先按攻擊 來到第二波的敵人,給大家看看群體技 這可是我拿來喝的酒 你打算怎麼死 接著每人幫一下 搞定 戰鬥玩法就是這樣,很容易上手,大家應該一看就明白 最近就剛剛進行了魂華引春來更新 所以就有一個特殊的自換 最主要就出了兩個新的食魂,就是紫推燃 以及龍井蝦人 最緊張的時刻就是要大廚阿俊幫忙煮幾道菜 我就準備好了,究竟首抽可不可以中到這三個限時的角色 馬上按 龍井蝦人,紫推燃,桃花竹 龍井蝦人是浙江菜,所以在浙江這裡拉下去 是不是要拋鑊? 拋電話 我怕你拋到街上 喂,中了 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拋電話有用 他在線上還有一隻蝦畫在這裡 好,跟著 歐仔煎都很棒 去台灣就經常吃吧 去夜市必吃 跟著,有什麼食物呢 蓮花血鴨,但是是最高級的 這隻血鴨很帥 太極烤泥,是甜品 吃吃蝦飯中間上到甜品 正常應該最後上 喂,粵菜 煲仔飯 相傳煲仔飯是一個最慘的 野食 應該是名字的問題 哈哈哈哈 你煲仔飯 大哥 喂,桃花莊 中了 這麼幸運 阿俊 看他的造型都全身是桃花 阿俊吃多幾碗,有桃花運 馬上去買桃花布 哇,好帥 中了 三隻全部中了 只推現是 真是像一隻鳥 這道菜又不是吃鳥 其實是把麵粉搓到一隻鳥的造型再拿去蒸 貓耳朵 是零食 以我所知,他應該是用兩隻不同式的麵粉 好像卷蛋捲起來之後切片拿去炸 又要吃甜品 真的很會吃 阿俊是食家 最後一道菜,是村菜 魚香肉絲 一邊抽東西一邊聽阿俊說的菜式 真是 糟了,我怕肚腩跟你差不多份量了 之後會 玩這隻遊戲是會看到菜式就想試一下 老實說,茶餐廳不斷玩這隻遊戲才是 即是市場一邊玩一邊落單 對啊,今天有什麼好吃 然後抽了龍井蝦人 麻煩一碟 馬上看看龍井蝦人的技能 他屬於群攻類型 我覺得可以幫助我們打副本 普攻就是 單體攻擊有25%的機率 可以降低敵方的防禦力60%兩個回合 對Boss或高防的角色一定很有用 第二招是群體技 四回合CD 造成傷害之餘不讓人回血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拿來PVP用的 第三招都是群體技 又是給予人多負面效果 最後這個技能就是放在耕種玩法 就會有些額外加成 提升蔬菜的產出量25% 接著就是只推現 在能力值方面 生命和防禦力都是S最高 普攻就是這個節契 可以對敵人造成130%的傷害 不過如果我們HP高過50%的話 就會扣5%的生命 第二招是鼻勢索居 都是單體攻擊 但是會有50%的機率附帶中毒 以及降低攻擊效果 跟普攻一樣 如果HP高過一半的話就會扣HP 再看這招單體必殺技 如果HP低過50% 就會壓我多一個回合的金身 金身就是代表無視一切傷害 所以看到這個角色作為坦用會很強 不過就要在HP低過50%之下才會發揮作用 我們抽了角色之後 就可以按一按畫面左下角角角色這個位置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送禮物給他提升他的好感度 例如他拿一把線 就先送一把線給他 我們提供好感度就會解鎖右邊不同的語音 一開始就會有這四個 剩下的下面有點灰了 就需要任命他做管家 以及在特定的時候才會觸發 任命管家就可以按左邊這個位置 就會成為管家 以及好感度提升之後都會有其他對白解鎖 現在我就想用新抽到的食魂進來玩一個限時的活動 就是這個混華隱春 進來這裡之後又會有些故事看,這個留給大家自己看 我現在就挑戰一下副本 玩這個副本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我就已經把龍井蝦仁和紫營放進隊伍裡 人物這裡就寫著春桃加15% 就因為玩這個活動的副本我們可以拿到春桃 春桃就可以拿去換東西 我們就可以來這個活動商店 在這裡可以換到紫營一隻 我剛才抽到一隻,所以就可以用這隻紫營來突破 玩了一會我已經完成整個魂華隱春 以及這個桃妖迷將我就已經打完了第二章 終於都可以啟到這個登高遊春 這個就是一個爬塔的玩法 在這裡就拿到很多春桃 所以我見大家看故事之餘 盡快打到這裡去賺到春桃 現在我的隊伍就是把剛才抽到的三個限時一角色 再加上老肉飯一起出擊 好,這麼快來到BOSS戰 揚之甘露我就試試他的全體技 不知道是不是整個芒果打到他的頭上 接著就是桃花竹打單體的 江人防提升自己閃避 老肉飯這招正,叫做台中飛車仔 就是整個檔口撐在那裡 接著只推現這招就可以吸引對方的火力 搞定了,攻擊 原來我整隊發達兩人道 都很清新 攻擊力還很高 接著到桃花竹這招 他飛了桃花出去撿人 你廢話 直接用拳頭拒絕效果 哇,真的拿一部車來撞人 那只推現那招又怎樣 我想休息一會 哦,在敵人面前睡覺 不能吸引火力 最後就和大家說一下這遊戲的莊園玩法 可以在畫面左方這邊進入 首先進來農場 大家可以當這裡是生產蔬菜和肉類的地方 我自己玩到21層 就有兩個地方可以解鎖 我先解鎖它 有雞蛇 還有這個谷牆 我們就需要添加一些首位 大家放食雲進來的時候 就留意有加成的放進來就會比較好 絕不可忘記百姓的辛勞 現在生產速度就畫外再提升15% 我們有農場種植物之外 還有廚房,一條農服務 由生產製作到賣出都是由我們一手製作 包補客人吃得安心 在廚房我們一共可以放5個食雲作為廚師 去到Lv30就可以解鎖5格 如果要解鎖的話就可以消耗金玉又或者貝殼 貝殼可以很簡單賺回來 現在我先放廚師在這裡 放完廚師之後就可以選菜式 現在我就開發了7種菜式 還有每種菜式的烹調時間和售價都不同 奶湯普菜就可以賣到$57 而且因為我現在菜很多,可以消耗一點都可以 送菜完成後就可以拿走一碟菜去餐廳招呼客人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食譜 這裡就是送菜的圖鑑 看看這架 只要不停地製作新的菜式就可以開發到新的圖鑑 大家就努力點去竟然農場和來這裡煮菜 接著和大家出來參觀我的餐廳 之前我已經有些菜式做好了,就可以加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就可以招呼客人 有東西收到,這樣按 有客人過來光顧的時候我們就有機會聽到一些小故事 大家就可以進來看看,我覺得挺有趣 還有左下角還有一些其他東西玩 比如廟會 其實就是有些不同的任務 大家只要滿足它所需的菜式 就可以拿到對應的獎勵 最後和大家進來加園這個位置 在這裡我們可以佈置房間,放一些食雲進去 可以看到它們有不同的互動 另外最重要就是可以生產給食雲升級的道具 佈置這間房間所需的道具就可以在右下角考勝角這裡 每天都會有一次免費抽,又或者用天公蛇去抽 現在我就佈置一下,待會再給大家看看 暫時我就用我的家具佈置完畢 接著再放一些食雲進來又可以增加舒適度 先放陽之金爐 放進來之後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時間表 它們就會跟著這個時間表在這間屋內行動 還有右邊這裡有一個蒸套包,按一下它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打副本的時候就會拿到全糧 舒適度越高,利用全糧製作到蒸套包的機會就會越高 食物魚我們就玩到這裡 我自己覺得第一次玩遊戲會打到我覺得肚子餓 想吃東西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抽到我們香港的陽之金爐 地道一個角色 還是真的要買一杯陽之金爐一邊喝一邊抽才抽到 希望各位好運一點,抽到你們想要的菜式 有H&B在哪邊打遊戲網友就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 有連結可以下載,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 你每日來看我,是擔心我會不告而別嗎 我也不再是什麼奇才 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幫助 我會盡全力 但各位,我是想要有關 我應該會不會一周 還會不會有啟動 我們下次一起上來 我們下次再次見 我們下次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